第21章 触手伸向军方 刘少奇和毛泽东相识合作于1922年 别于1966年 前后44年 44年中 国内战争持续了27年 抗美援朝前后将近4年 一共31年 这31年的战争期间 刘少奇都是配角 作用是毛泽东在党内的总管 接下来搞经济建设 刘少奇才慢慢走向前台 走向前台之后的刘少奇 从棋子变成棋手 成了毛泽东的对手 并且在行政系统内战胜了毛泽东 这是刘少奇的辉煌胜利 然而 新中国是由三条腿构成 仅仅一个行政系统是不够的 还有党 还有军 只有掌控了党和军 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元首 在这党政军三脚架中 党领导政府 党指挥军队 也就是说 党处于最高地位 军队和政府相当于党的两只手 一文一武 没有文武两手的党内一把手是脆弱的 如张文天 在党内 毛泽东是一把手 但不太管事 刘少奇是二把手 主持党内日常事务 在党内是没有办法直接争夺的 因为党的功能要通过政府和军队表现出来 没有政府和军队的支持 党就成了一个空壳 比方说苏公 失去政府和军队之后就变成今天这模样 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 相当于赢得了文官集团 要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 必须赢得军方的支持 这个太难了 军队是毛泽东一手带出来的 要让军队转向 难于上请天了 但是军方也并非铁板一块 虽然他们是毛泽东为领袖 但是毛泽东在军内也不管事 实际事务是由其他将帅来管 只要把这些将帅叫过来 就能在党内赢得更多话语权 刘少奇的革命生涯中 有两次绝佳的机会培养军方势力 第一次是晚南事变之后 刘少奇重新整顿新四军 晚南事变之前的新四军主要听象音的 毛泽东都无可奈何 所谓重整新四军 意味着重新整合军事资源 这个过程中 刘少奇发现了两个人才 文武双全的饶术石和军事奇才素语 刘少奇和饶术石也是老相识了 他把权力给了饶术石 应该说刘少奇的眼睛很毒 看到了饶术石的战斗力 只是没有看透他的内心 饶术石掌权之后 把陈毅给闹得日子很不好过 然而 饶术石非但没有感恩戴德 后来又和高岗一起 想取刘少奇而代之 刘少奇和素语之间的故事 前面已经说了很多 这儿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机会 来自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 国共两党面临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是开会讨论天下大事 因为不但是中国抗战胜利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还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首次扬眉吐气 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 如果立马开打 影响非常不好 即使要打 也得先谈谈 看看能否通过和谈达到目的 因此才有了强势一方的蒋介石 几次三番邀请弱势一方的毛泽东 离开延安窑洞去重庆开会讨论问题 毛泽东去了重庆 刘少奇带礼一把手 当时国共面临着第二个共同问题 抢占东北 918之后 东北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 已经15个年头了 事实上 甲午战争前后 日本已经往东北渗透 历史半个世纪有余 四五年之后的东北 如同一个成熟的桃子 大家都想去摘 如果国民党摘到 就有机会把共产党压缩在 长江以北 黄河以西 那片贫瘠的土地上 如果共产党摘到 相当于有了一块 可以真正安身立命的根居地 站稳脚跟 并且有机会复制历史上 由北向南统一中国的故事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 延安的事由刘少奇说了算 此时国共双方明争暗透 一边谈 一边打 刘少奇迎来一个真正发挥智慧的机会 刘少奇不负众望 整出了解放战争初期 一个有效的战略决议 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 翻译过来就是 南方暂时扔给国民党 共产党集中权力向北发展 主要就是抢占东北 东北的优势就不说了 什么接壤朝鲜啊 背靠苏联啊 这些还比较遥远 在这些大的局势之前 首先是眼前的利益 真正的利益有两个 一个是日本留下的工业基础和武器 那可是内战宝贝啊 另一个就是东北在苏联人手上 只要苏联人愿意 东北完全可以给共产党 虽然苏联名义上不支持共产党 但暗中给了共产党不少好处 这才有了超豪华的阵容去东北 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 派哪个当一把手呢 是彭真 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就不用解释了吧 白区时代最重要的助手 然而彭真只能抓政治 对战争不在行 战争年月 政治是没办法填饱肚子的 要吃饱饭肯定得靠战争 现在大家只记得 林彪在东北呼风唤雨 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意思 东北主军的肯定不是林彪 而是另一个人 徐向前 十大元帅中 徐向前最善于谋身 徐向前生于1901年 足于1990年 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 表面性格上看 徐向前和林彪有点类似 面孔轻瘦 生活中沉默寡言 战场上算无一策 都是那种人群中无法重视他 战争中谁也无法轻视的人物 但是在另一方面 两人又有很大的不同 林彪性情巨傲 徐向前中庸平和 之所以如此 跟他们的生长环境有关 徐向前生于农家 长于贫寒 兴趣爱好很广泛 喜欢戏曲 金句 乐句 河北帮子都爱听 懂得玩乐器 弹阳琴 拉二胡都不错 针线活也不错 衣服破了自己缝补 还能给自己织毛衣 自己织了件毛背心 一穿就是三十年 质量过硬了 最后成了徐家 牙箱底的宝物 现在还在博物馆 闪于各种手工艺制作 爱好读书写字等 另外还喜欢养动物 比方说长征市 年轻的徐向前 骑马跨枪走在前 马背上还有一只猴子 这只猴子在长征中 陪他走了很久 给人印象 吐气 徐向前话不多 一生说山西话 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 生活简朴 不讲究吃川 爱吃山西饭 有不一元帅之称 主要经历 十八岁那年 考上一个师范速成班 就是现在拿钱就能上的那种 而且毕业后很难找工作 当时还算比较稀缺 所以毕业后 徐向前当了小学老师 然而徐老师很不称职 因政治思想不过关 被辞退了 徐向前是个少言寡语之人 田知道他对大龄儿童说了啥 大概也就是社会不公平 咱们日子很难过之类的话 然后就下岗了 在东荡年代 失业未必不是好事 几个月以后 下岗职工徐向前在就业 这一次比较走运 找到一份高光高风险收入低 但有前途的职业 摇身一变成了孙中山先生的侍卫 神奇的时代啊 新中国建立之后 徐向前和宋庆龄女士提到这事 宋女士惊讶莫名 说我怎么就记不得了呢 能记得才怪呢 当年大名鼎鼎的孙夫人 当然记不住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卫士 孙中山先生深感自己力量单薄 于是要搞自己的军队 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办黄浦军校 徐向前同志又从侍卫变成学生 徐向前毕业于黄浦军校一期 和同期被尊为黄浦三杰之一神德蒋校长器重的陈庚大将相比 徐向前同学就低调多了 校长蒋介石崇拜曾国藩 凡是效仿之 曾国藩精于面相之术 善于以相取人 听起来挺神秘 其实也没善 就是相信传统文化中的相有心声 说不好听点 就是以貌取人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扶龙奉处其名 相貌帅气的诸葛亮 惹得硫黄书三顾茅庐 剪嘴猴塞的庞桶没人要 曾国藩是国学大师 对那方面还行 蒋介石就有点东施笑评了 蒋介石的招数 就是看这个人长相是否耐看 口齿是否伶俐 是不是老乡关系 文章写得怎么样 有一天晚上蒋校长查哨 看见一个房间里有灯光 以为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 非常生气 立即开门准备训斥 正要发火之际 却发现一个人 正在借助微弱的光看书 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 拿起来一看 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 立即转怒为喜 心想如此可叫 便记住了这个人 此人名曰陈诚 又有一天早晨 蒋校长在操场跑步 发现有一个同学比他更早 心想这小子不错 够勤奋 便去搭话 不搭话则已 一说不得了 老乡了 那人便是胡宗男 唐文博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学历还行 回国后跟着陈仪老师 在军阀中混过一段时间 不如意 去黄埔军校当教官 但是好位子 都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瓜分了 唐文博想出一个办法 写了篇文章送给蒋校长 从此脱颖而出 尽管如此 蒋先生比如今的大学校长 还是要强多了 今天的大学校长在哪里 飞机上 会场里 还是在制造论文 反正不会早晨到操场跑步 也不会晚上去学生寝室看学生 建议现在的大学校长们 骂蒋介石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下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代的精神 多关心一下自己学校里的学生呢 如此这般 蒋校长自以为赢得无数才俊 却漏掉了徐向前 林彪那种军事奇才 徐向前既没有高大威猛的身材 也没有出众的相貌 也没给校长写过文章 在校长面前 不愿多说一句话 而且带着生硬的山西口音 让浙江人蒋介石 听了就别扭 并且还是小学教师出身 以为此人乃平庭之辈 加上后来林彪的遭遇 可见蒋校长已向取人的技术 不怎么行 英雄不惧出身低 打仗靠的是脑子 后来低调的徐向前和林彪 远胜当年的尖子生 时光快进若干年 蒋校长精心挑选的尖子们 通过北伐和东征的摸爬滚打 小有成就的时候 徐向前也在准备着 他将靠自己的才华 给蒋校长和黄埔的同学 一个大大的惊喜 1931年 蒋介石派遣亲手挑选的黄埔高祖 去围剿中共第二大根据地 大别山周围的厄玉碗根据地 满以为会棋开得胜 结果却是牙齿丢了一地 因为那里有徐向前 蒋介石校长若干自围剿 若干自无功而返 因为那里有徐向前 蒋校长是个很执着的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围剿共军 把井冈山根据地都打残了 却难耐大别山如何 因为大别山有徐向前 井冈山上 毛泽东的军事地位 时不时受到挑战 同时七厄玉碗根据地 徐向前的军事地位 从未受过挑战 因为军事就靠他 以至于抗战初期 很多人还将其与珠毛并练 等蒋介石发现自己的错误 采取了补救措施 即高价购买徐向前的人头 和珠毛一个价 比贺龙 彭德怀 林彪都贵 左等右等 等了几十年 从大陆等到台湾 也没等到有人提着徐向前的人头来推销 日后长征会师 中央红军只有不到两万人 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马 所以张国焘才敢向中央伸手要权 但是那八万人马 都是徐向前带出来的 日后 共军军长级别的将领 多半都出自红四方面军 都尊徐向前为老领导 红军时代 对比军事战绩 徐向前绝对名列前茅 甚至胜过同时期的彭德怀 林彪 军事成绩很大的徐向前 好像对政治没啥兴趣 张国焘得势 徐向前不表态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得势 徐向前同样态度暧昧不明 以至于张国焘不信任徐向前 用陈昌浩压制他 还把徐向前的老婆给整死了 到了毛泽东手下 徐向前同样不被信任 从来没有独当一面之机会 不管张国焘也好 毛泽东也罢 不信任归不信任 都从徐向前那里得到过超额回报 没有徐向前的军事才华 就没有张国焘后来之嚣张 如果张国焘不是过于嚣张的话 在中共内部也是排得上名次的人物 当然 徐向前并不完美 军事生涯中有五点 比方说西征 西征是注定失败的 明约战略上打通苏联通道 实际是不可能的 从陕北黄土高破出发 基本上就是地广人稀 征兵没有兵源 征粮也不好征 过了兰州之后 就是几千里的戈壁滩 别说行军打仗 就是现在坐火车都够手的 何况西北土匪之强悍 并不次于徐向前代的那两万人 在没有侧应 甚至后勤补给的情况下 仗怎么打 说不好听点 还不如冷兵器时代的骑兵管用 徐向前的军事才华 在西征时起到了相反作用 如果徐向前的指挥能力差点 而不是一路打胜仗 打到人困马乏全军覆没 一开始就失败的话 还是可以撤回来的 不被重用的徐向前 从不抱怨 也不声张 张国焘杀了他的手下 也不打招呼 杀了他老婆 也不打招呼 这些徐向前都忍了 然而 历史开了一个玩笑 等到张国焘跑到戴笠那边吃剩饭 等到陈昌浩惨淡结局 徐向前依然不讨 在毛泽东时代 各种雷厉风行的运动中 并塌之上的徐向前竟然一一避过 就算卷入文革 就算被抄家 比起彭德怀贺龙林彪 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熬到邓小平时代 也没有怎么样 对越自卫反击战 最高三人组中也没有徐向前 不过最后 徐向前好歹当了一段时间的国防部长 时也 命也 都不是 闪谋身也 谋身者 当如徐向前 需要奋起是奋起 攻城之后自身退 徐向前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 在民主法治尚未健全的时代 与其去争不如早退 但徐向前之退让和古之隐是不同 虽不争攻 但国家需要的时候从未退缩过 这就是真英雄的价值 刘登跃进大别山之后 徐向前在临焚尽中 赶紧利索地搞定严西山 徐向前不争 不代表没人晓得其价值 毛泽东就启用过他 用了一半赶紧收回来 真正想启用徐向前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之中 进入权力核心 然而环顾四周 刘少奇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毛泽东就不说了 通过整风 已经成了彻底的老大 党政军一人说了算 朱德总司令 地位稳如泰山 周恩来的地位就算不稳定吧 在军方背景很深 其他人 诸如彭德怀贺龙等人 虽然党内地位不高 都是军头 一个个神器的不得了 就他刘少奇一个 几乎没有任何军方背景 怎么办 等吧 等到四五年 抢占东北 安排彭真成为东北一把手 但是必须得有人去打仗 刘少奇打算让徐向前付出 去东北馆打仗的事 按照山头划分 徐向前应该是张国焘的人 张国焘已经跟了蒋介石 当叛徒去了 徐向前也就闲了 如果这事真的成了 东北组合就变成彭真搞党政 徐向前主军 和当年厄狱晚根居地时代 陈昌昊和徐向前的配置一样 以徐向前的个性 绝对不会和彭真争老大 彭真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也不比陈昌昊差 那时东北变成什么样 还真不好说 以徐向前的军事才能 干得不见得差 要知道 后来红军改编 中级军官如许世友等人 多出身于红四方面军 都是徐向前带出来的兵 即使文革时代的江青还说 要论山头 徐帅山头最大 这里再次假设一下 如果是徐向前和彭真 把四叶搞起来 那么刘少奇的资本 一下子就大了 那样的话 后来毛流之争 刘少奇不见得会输 刘少奇输 并不是输在党内 更不是输在政治上 而是输在军方 说白了就是输在林彪身上 之所以输在林彪身上 皆因林彪去了东北 带领四叶从北方杀向南方 在军内建立了极高的威望 林彪在东北成功的秘诀是啥 除了指挥友方 就是土地政策搞得成功 这些方面徐向前都不差 早在红四方面军时代 就已经证明了吗 如果刘少奇启用徐向前 徐向前带着四叶从东北杀出 然后抗美援朝 徐向前就成了最合适的那个人 他会像林彪一样 以不赞同出兵的方式辞帅吗 如果不会 那么十大元帅排行榜上 徐向前左而望一 在后来的毛流之争中 即使徐向前不支持刘少奇 也不会像林彪那样 控制着军方跟毛泽东走 即使毛泽东把徐向前拿下 搞臭 参照彭德怀 那么林彪也没有那么高的威望 控制军方 事情极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 后来就没有高岗啥事 所谓高扰联盟也就不存在 彭真的地位将空前提高 将远高于邓小平和陈云 如果经过历次运动之后 彭真还能保存下来 那么毛泽东死后 呵呵 有点扯远了 可惜刘少奇的这一招 意图比较明显的妙奇 没有走成功 两个原因 一是徐向前身体不怎么样 但也不见得比林彪差 二 最主要的是 毛泽东不同意 那么好的一个位置 当然要留给自己人 留给林彪 东北启用林彪 是毛泽东一生 最具决定性的策略之一 林彪去了东北之后 不但垄断了军事指挥权 还把彭真给排挤了 彭真 陈云等人 在东北做的政治经济工作 后来彭真成了反党人物 陈云成了右派 统统变成了林彪的功劳 战争年代 那是刘少奇 两次抓军事的机遇 建国之后 特别是四清运动那会儿 刘少奇仍然有两次机会 渗入军方 一次来自彭德怀 另一次来自罗瑞卿和贺龙 罗瑞卿和贺龙的遭遇 是文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这个后面会讲到 这里先看看彭德怀 请不吝点赞发